其他的部分的话甚至我会把我询问ChurchPT 与回应的部分会有截图 底下的话就是把程式码直接截图放上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式它提供的程式局最大的差异部分 其实它就会把它写成DF DF的话实际上就是Python里面的Function就是一个函数 可是如果你不要这么麻烦 因为干嘛还要自己呼叫这个Man 然后呼叫完再去执行 你干脆就直接执行就好了 如果单纯一点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不要借一个 所以就不用去呼叫 那也不用去执行这个Man 那就执行中间这一段就可以了 不过记得 如果你把上面下面删掉的话 那收牌需要再把它移到前面 那因为收牌在Python里面也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收牌或收牌不正确 也会出错 OK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你的后面其实它有蛮多程式 都会写成Function 除非说 我不晓了 你如果在以下再叙述说 请不要用那个DF输出 看看它会不会把它拿掉 OK 我是觉得不影响 反正就是你知道说头尾拿掉 然后按Shield加Table 这样就OK了 然后底下的话呢 我就再延伸 比如说呢 我希望呢 输入年龄的部分 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请帮我写内容为输入 应该是输入生日 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输入那个年龄嘛 那把它改成叫输入生日 本来是输入年龄嘛 那这个就直接输入生日 也就是说呢 把它改成生日之后的话呢 那会多一个动作 就是怎么样去把它转成年龄 所以呢 这一段程式嘛 我觉得它写的还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我看一下 它这个程式 一样有写成 很多个那个 这个方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程式嘛 因为它这个黑底 那个白字看起来不是很轻 所以我把它贴到这里 所以 我就直接把这一个叙述 这段程式感受C好了 然后直接贴到哪里呢 这段程式嘛 在云端的第七页的地方 第七页的地方的话 那一样我把它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它贴上 上面的数捷拿掉 然后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Ctrl Ctrl 加 OK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它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你将来如果有man 没关系 你也可以直接执行man 如果你不想要有man的话 你就把这个 跟这个拿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样 可以把它按 Shift加Table 上面这个不要动 因为它上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呢 是在这里 去丢一个birthday 它的生日丢给这边做处理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return就是h了 所以 这段程式 基本上就是 帮你计算 你的生日是 转换年龄之后的结果 所以它有一个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 它帮你把最后的计算结果 返还到哪里呢 返还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接到之后的话 那就会是它的 底下就是一样的层次嘛 OK 所以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会写这一段 那没关系 你直接在什么 那个charge PC上面跟它问 他只是说把输入年龄 改成输入生日 他就会知道 我觉得他其实 有的时候我本来是 会想要多详细的讲 多一点的 这个叙述 可是后来发现 其实还这样不用 他说 他都知道说 什么 比如说生日 他就知道输入日期 他也不用特别去讲 那如果要把它轻简的话 当然我讲过 这个头可以拿掉 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这个也可以拿掉 如果你不要用man的话 那 另外的话 把中间这一段 按shift加tab 这样就OK了 那上面不要动 上面没事不要 上面的话 其实就是呼叫 就是当我输入生日的时候 特别是生日 他还给格式 有没有 就是西元年 然后月跟日 输入之后 丢到这边来 他会判断一下 那判断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边他还有 incode一个模组 叫做这个day time OK 那day time的话呢 他有一个作用 其实你会发现 day time不明 是什么 day的日期 太久时间 所以这个模组里面 有几个方法 像 day的 day的话 应该可以理解吧 应该可以抓到 今天的日期 为什么要今天的日期 因为要算 你的生日 跟今天日期 相差多少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那其实就是什么 把今天的年的部分 所以后面有一个典役了 就是抓到今天的year 再减掉他的birthday 他的年的部分 相减之后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 这个地方就h了 他的年 他的这个岁数了 后来后面要多减 他还有判断 判断他的月跟日 有没有 不过理论上 假如说你今天 不是算那个什么 不是算精确的生日 比如说反正我 算西元年 年到就好了 不管我的那个月跟日 有没有到 我不管 那你就是 直接减完就好 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判断说 他的月跟日 有没有满的话 那可能后面这一段 再加上去 ok 所以就看 自己的那个逻辑需求 最后的话呢 return的话就把这个东西返还 所以就可以去哦 这个以后如果你要在 Python里面写一个方选 传数的话 那首先当然你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你要如何传参数 所以这个名称有没有 跟这个名称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他就是知道说 哦 这个在哪里 在上方 第二的话呢 把输入的BroadState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输入一个 年月日 输入到这边 哦 当然理论上会先 丢给前面嘛 然后在这边 再 传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引述 我把它丢给这个Function 给它这个引述 在里面做了一些 运算结果 return回来 所以return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 这个结果呢 放哪里 丢回来这边 所以这里面得到的是H H就是它几岁 那几岁的话呢 再传给这边的一个变数 也叫H OK 所以 上面的H 这个H是它的H 但是return 那这个H的话是一个变数 把它接到 然后再判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run一下 执行一下 那生日的话 这样看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 年的话就是 1988 然后1杠 然后10月10日好了 OK 假设这个人 我希望知道说 他的年龄是几岁 那1988 应该 算了 Enter好了 他已经年龄是几岁的 不过他这边没有显示出他的H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 显示他的H的话 可能他在把H 这个H变数 把它丢到这边来 比如说 比如说你已经满了18岁 他直接就显示你已经18岁 但他没有显示出什么 他到底是几岁 所以这个H 假如你要再串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H 如果 应该是前面假设说 你今年 今年 你今年 几岁 几岁的话 因为要把H串在中间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用双引号把它切开 也就是把它变成两个字串 然后再把H夹在中间 所以双引号两个 然后再加加两个 移到中间之后 再把H放过来 那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 因为双引号到双引号 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如果你今天 要把它串一个数字的话 它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文字跟数字 没办法串在一起 那怎么办 最后还要记得一件事 如果你没错的话 它这个另外一定会出错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形态有错 所以你把它执行一下 假设我想说 想知道说 到底今年几岁好了 OK执行一下 当然 错的话 一定会出现形态错误 比如像这样 Enter 它会出现这个地方错 那为什么错呢 这个地方也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是一个TypeL 如果你这样来看到 那个TypeL的话 那你就要很直觉 知道说什么 Type就是形态 什么形态 你的那个变数的 资料形态不对 那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这一个H里面放的是一个数字 假如是25好了 比如说25岁 它放的是25的数字 所以才会放一遍